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Tasty Money 今天是2月9日星期四 外面相当冷 只有10度 提醒大家如果还在家 记得穿多一件衣服 看到今天恒指很厉害 一开始已经冲穿了昨天的高位 高开48点 做23533点 我不记得分享Tasty Money的直播 我现在继续看资讯 最新现在市场上升60点 23535点 期指方面上升15点 23439点 暂时成交张数是5900多张 另外看成交金额 昨天夸张800多亿 很多朋友说大时代理 不用看指数是否大时代住 看股份 玩了股份 跟了小 另外留意国子 因为中资股大动 升36点 9992点 差一点 就加上10000点的位置 留意了 看到我昨天的推介 都开始冲上来 稍后小丑黄广 都要想想 要不要再想新东西 现在先留意一下 蓝筹股方面的表现 现在升最多的蓝筹股 现在是华润之地 还有得去 升1.2% 21元 另外腾讯 因为昨天没什么移动 今天带上来 升1% 腾讯206.2 中国海外公行中央人秀 都升到大约1% 今天似的样子 似是走内银股 昨天美市见到建行都涌上来 我昨天偶尔回答66334386WhatsApp的问题 他问建行 偶尔回答自己 最喜欢的招行 3968 想不到下午招行都升到2% 也见到建行扯高了1% 今早建行也升1% 去到5.9% 我喜欢的招行 升0.4% 19.56% 还有交行 昨天也有提交行 今天创一个月的高位 5.86% 最新 现在是5.85% 内银有些炒的味道 看看大家会否买内银来炒 如果是我就买衍生工具 如果是炒内银股 内险又怎样呢 内险继续靠稳 中仁售方面 仍是升到大约0.6% 做23.65% 平保未走上来 但应该都没有走 升到0.6% 做41.3% 移动的 中资证券股正在走 中信证券口 现在升到2日 16.64% 全焦高位 应该就没有走 是升最多的国子成份股 没推错 相当之开心 今天相当多2栋股要和大家谈 不过要留意外围 虽然现在我看内地新闻很有趣 他们反而要下午跟回我们升 跟回香港升得这么厉害 他们走上去 但见到内地两地成交只有3,800多亿 至于美股方面 昨晚看到纳指继续创历史高位 但道指方面一度跌过70点 但收市只是轻微跌35点 收在2054点位置 另外见到金升了0.3% 收在1,239.5美元一盎司位置 其右是52.34美元 升了17美元 似乎大家应该对外围没什么兴趣 不如看看移动股 可以扔开外围的消息 不过今天香港方面 也有些消息要留意 包括了945 宏里一阵会出过末期的业绩 美股方面出业绩有百成 可可可乐和Twitter 特朗普不断胡说话 在Twitter的时候 不知道Twitter的业绩会是怎样 另外内地1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 最快今天也会出路 事不宜迟看看大价股 因为现在你不炒大价股 炒什么呢 当然炒大价股 中信证券16.7% 升2.7% 长城汽车、清碑、中车时代电器 全线都升大约2% 长城汽车2333 升2.3% 8.83% 清碑今天爆顶35.3% 现在34.8% 升2% 中行和建行走上来 升超过1% 中行现在3.68% 建行5.92% 升7千 南筹股 刚才提到 就是腾讯 206.2% 升1% 内房 看到华润置地未肯甩 还在升3% 接近去到21.3% 现在是升最多的南筹股 我现在还未看到哪一个板块在爆 港交所昨天下午大大力地开车 很多人都问什么事 不要问什么事 先买了隔离的 甚至你直接买港交所 380% 通常升上来找原因 现在在说债券通很快便会开车 其实之前都听闻 债券通已经在做了 不过什么时候开车 也有待去确定 但是是否一个这么大的刺激 现在通常大家估计 就是大妈资金涌港 这些北水的东西最好想的 涌下来才会有800多亿 昨天所以我都坐货过夜 因为看到这么大的成交 一定要捕捉住才行 我今早在Facebook提过一类型股份 就是资源股 包括江西铜和3993 就是洛阳木劫 因为其实都看到一些新的消息 就是关于智利那边 我都post了出来在Facebook 全球最大的铜矿 智利的Ascordida的矿山工会组织 说和必华必拓 BHP Billiton的领导管理层的谈判失败之后 预计当地时间周四会罢工 今次工会和超过2500名工人 推高就是同价 你一直有这样的供应 突然间大大停了之后 肯定会推高同价的表现 光铜现在是13.7 升2.5% 看Tasty Money的朋友 应该是13.1 就追了 虽然高了一点 因为最低会是12.9 我也是13.1买了 不过不要紧 最重要就是赚钱 现在升2.5% 洛阳木业方面 其实在资源股 是相对比较强 其实最关系就是光铜 落木也在升3% 是2.48的位置 去到52周高位 刚刚是2.49 这一只在2元以下 建议大家买的 现在赚了2.5% 我自己的仓位 都是长期持有 因为是一个 对我来说 买得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不舍得放 亦都看它有一个长线 都是一个爆升的情况 刚才说外围那些 不要留意 但今天要留意 就是电视股 511和1097 昨天Iman 511出的通告 都有一些惊吓度 其实电视广播 是得到第三方 全期影业提出 收购是29.9% 哪有钱呢 但听闻电视广播 不知道全期集团是什么 他就说 收到第三方的主动建议 提及考虑 可能公司股本 29.9% 提出有条件的部分收购 公司对可能的买方 未有所问 亦都未获披露 可能买方的最终 实益的拥有人身份 以及他的资金来源 还有他的财务穩健的证明 好似乎路人甲 完全不懂 现在升4.3% 30.95% 但最吊诡是之前一直在回购 究竟这个程咬金 杀了出来之后 会否影响回购计划呢 31.4% 最高是一年的高位 另外 有线搬贫也继续传出 染红 即是买给中资机构1097 现在升3% 做1.03% 说卖盘接近尾声 传出买给中资企业 最高一个月高位1.06元 如果有线真的买 便会有参考价给TVB 但大家都客路不同 一个收费一个不收费 TVB当然比较贵 但全是用20亿买有线 20亿真是 让我立即买了 但1097我就不会买了 因为消息已经浮了面 我觉得没什么性感 所以我就不会买1097来博 市场谈谈 好像升势就弱了 始终站了上来 23,500位置 现在是23,512点 升27点 不如和大家多说几宗消息 留意一下 营起股份有1548 本身股 金思瑞 升6% 3.6的位置 预料去年的盈利 正利润会大幅增长 主要是销售增加 金思瑞 1548 3.6 升6% 最高是3.7的一个月新高 还有今届3918出了业绩 可能很客人 急跌9% 现在是4.3的 出了2016年度的一个年度业绩 收入是5亿3千多万美金 按年增加5% 顺利是增长6% 去到1亿8千多万美金 末期息6.36港先 年内的博彩总收入是5亿美金 增长4% 可能远低预期都不顶 所以大家都顶得很厉害 最低一个月的低位4.2亿8 现在4.3亿1跌8.6% 另外山东麦龙 大家看起 现在没有起跌 2.3亿半 控股股东被中证监进行立案调查 暂时未有变动 做2.3亿半 351合股 亚洲能源物流 10合1之后 配股筹集3亿8千万 超过过亿美金 会用来收购船舖 现在4.3亿 亚洲能源物流下跌1成 北京汽车亦出汽车数字 19500 升1.3% 去到8.33亿位置 1月旗下的北京奔驰 销售4万架 按年增长4成1 通告只有这么多 不如留意移动股的表现 即时看看 现在升最多 继续是华润之地 升了3% 21.3亿半 中行厉害 3988 升了2% 3.7 很久没见了 真是要4个鞋 建行升了1.3% 5.9亿3 1.4% 31.2% 汇控反而拉低 0.5% 66.1% 一定要购国子成份股 因为中资股爆得特别漂亮 爆到顶的中资股有安徽海螺和青碑 安徽海螺现在914 26.4毫半 升2.5% 最高26.6% 一年高位 哇 中交建升了 1800 很紧张 因为已经推了很久 9.7毫半 升了1.7% 昨日很有信心 和大家说 继续持续持续 欢迎大家 WhatsApp我 6633-4386 我要现在看看 我的组织有多少增长 WhatsApp我 我留下的问题 今早答了几位朋友 可以WhatsApp我 和在Facebook的Live留言 都会解答大家的股票疑难 小三皇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和股平人聊天